张医师分享姜粉泥的妙用 外用 好 那各位你们看老师有没有 好光滑的提出 老师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每天都怎么做吗 我涂姜粉泥 然后这样涂 然后还要稍微大力 然后按 我发现这样几年下来确实有用 碾变光滑 那些坠肉啊 还有那个死肉 最后当然要大力搓 尤其有硬结肿块要大力搓 搓完它会肿脏疼痛 然后最后甚至破掉 流出来之后就变光滑 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很深 所以也是从我身体上 我发现很多硬结肿块 你按完它会肿脏疼痛 红肿热痛 那就是正常的修复啊 所以我就很确定 要修复一定要有 经过这样的过程 甚至破裂流出组织液 那我这样用下来 我发现原始点 不只可以把硬结肿块这些 甚至老年斑也会减少 甚至那个皱纹也会减少 然后脸会变光滑 你们好好用 绝对对得起这一张脸 老师那请问你是每天晚上都做吗 每天晚上 现在出来没办法做 那在家里一定做 老师那你涂每天晚上涂 涂完你大概花多少时间涂 如果不严重起码也要15分钟 起码这样慢慢涂 要然后涂浆粉泥 还是要用一点力喔 然后眼眶周围啊都要涂喔 甚至连眼检闭起眼睛 那个眼检也要涂 要不然眼检喔 有些你看很多重病 它眼检也会下垂喔 无力喔 你这样每天运动会有帮助 那如果说牙齿痛 你这样按喔 也会有帮助从外面涂浆粉泥 那老师你涂完以后 你要洗掉吗 我不洗 然后我就整碗这样 然后它干 我就不管它 然后一段时间 我适应了 适应了我早上起来一定运动 运动发现留在脸的时候 你在运动的时候 竟然脸会发热 但如果我把它晚上洗掉 我早上再去运动 我脸就不会发热 当我发热 我相信我脸也正在发光 这张图是张医师 鼻头的前后比对 可以看到处理前的大小 最后这张是处理后 变得很光滑 这张是张医师眼角前后的比对 没有处理之前 可以看到小肉流 涂抹姜粉泥之后 肿胀 流血 结痂 最后这张是处理后 肉流消失了 看起来很光滑 中文字幕志愿